来关心在彰化发生一起重大的死亡车祸 死者的身份是快关派出所 一名29岁的高姓远警 透过监视器画面带您关心的是 这名高姓远警当时 他正骑机车在停等红绿灯 后方一辆红色的轿车 似乎是完全没有刹车 是高速冲撞 现场还扬起了大片的烟尘 红色轿车甚至还飞了起来 360度蕴覆在路上滑行 而这撞击力道之大 高姓远警的头部也受到了重创 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 而送医之后依旧是宣告不治 而警方在肇事驾驶的车上 搜出了有毒品 不排除是独驾酿货 至于丧命的高姓远警 其实他一月初才从花莲调到了彰化县 过年只玩大夜班 早上八点钟 他骑着机车是要下班返回租屋处 没想到碰上了汗室 让同仁们十分不舍